520做公益,大家一起来 立法人蔡世英与爱新企业代表等人 共同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做公益 为了协助创世基隆院仇募职务人安养与到宅服务经费 因为疫情停办三年的创世亲子园游会 5月20号将在基隆国门广场登场 在立法人蔡世英协助号召下 当天将有50个爱新摊位共享盛举 超过以往的规模 睽違三年之后,创世基隆院第一次办原油会 而且这次的摊数呢,从以前的20-30摊 这次增加到50摊的爱新摊位 所以就是这种意义真的是非常奉大 因为已经疫情三年,那影响各行各业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许多的活动都被迫暂停停办这样子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的话,就是植物人的经费其实也都有下滑 我非常高兴创世基金会在5月20号举办520 国门广场爱新原油会的活动 来做募资协助植物园安朗院相关的一些建设经费 继续来推动 那我想长期以来,是应也做一个协办单位之一 那我也非常高兴 那我们除了自己捐款,我们也帮忙来募款 那最主要的重点是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520那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国门广场来支持创世基金会 这项公益活动也获得委托行街区公司 基隆长龙桂团酒店及沃郡基隆店等爱新企业的支持 赞助摆下摸彩礼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更自掏腰包购买原油券响应 对我们这次的公益活动捐助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然后同时我们也号召了10位的爱新青年 然后在520当天参与这个公益摆摊的活动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差不多只在520这一天 吸引全金融市的人来这边摆邮邮券 然后带亲子来这边活动 更希望说外地各地的民众也到西洋和安一起共襄盛举 我们除了当天会有我们的刘洋老师 来整个带动大家开场的炒热这个气氛外 我们公司还有提供一份就是半年的免费会期 我认购3000块 然后来去帮助我们创世基金会 同时我也会来去号召更多社会大众 所有的公益团体们 大家一起来认购 我们也希望520的原油会可以圆满顺利成功 然后来照顾到更多需要帮忙的那些植物人们 活动当天民众如果在现场捐15张发票 还可以体验小小玻璃式变装 并和小哈雷机车合影 当天如果就是大家有提供就是15张 还没有开还没有开开讲对讲的发票呢 就可以有有机会就可以要小小的玻璃式的换装 那还可以跟小小的哈雷机车合影 那这个部分希望就是亲子呢 就是爸爸带着小孩子一起来共襄盛举这样子 那这样小孩也会觉得很有趣 不过一张100元的原油券目前订购还不到5成 创世方面呼吁民众发挥爱心多多订购 在美好的假日呼朋引伴 一起到原油会现场想美食 挑好物做公益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